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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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错了已经 颜色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连一个汁都没有损伤 是不是很厉害 对 这个是老子乐 然后给你们看看旁边我还没有管理的 这个是我的灰姑娘 灰姑娘比买来的时候漂亮很多很多了 这个灰姑娘是我买的第一颗大火 当时买来的时候还挺宝贝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养 她到我们家来就没有上过状态 因为这个盆实在太大了 买来的时候上面全是叶子 完全看不到杆子 现在你们瞧啊 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吧 还是第四年啊 我一个夏天都没有管 因为这个盆太大了我也端不动 我也不想让老爷子端 就放在外面 本来是让它自生自灭来着的 结果它也很好养 明年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弄它了 不需要管 扔外面就行了 你们瞧这个花 这个是夏天 整个一个夏天 它在外面 你看悠然自得 还开花呢 花开了这么老长的 可以给它掰掉了 它好开心啊 竟然还开花 我们还担心它活不了 这个是我的灰姑娘 除了没有状态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是吧 你们看长长的老杆子上面 一层一层的 一朵一朵的 不是挺美的吗 是吧 这个是我的灰姑娘 已经是个老姑娘了 挺好的啊 还是老庄子那一看 就很有庄型 没有状态 就欣赏 这个庄子也很美 给你们看一下旁边的这盆 我的天啊 这盆是奇兵 有点像碧桃啊 你们瞧 这个夏天 里面的草 哎呦我的妈 还拔不出根来 只是把叶子给耗掉了 瞧这里的小草长的 我这盆奇兵 去年夏天伤了一半 今年又伤了一部分 看这个杆子有点干掉了 但是底下好的 然后你看 这根杆子也干掉了 但是这个底下也是 这个地方 笑死我了 把它掰掉吧 掰掉了 把这个形也不好看 对 把这个给掰掉 这个也给它掰了 算了 剩下来多少 算多少 这个是剩下来的部分 这个奇兵 去年也是 去年我还给它遮阳的 然后也遮鱼的 但是那个地方 去年这个棚子漏鱼 就是临时搭的棚子嘛 上面搭的那个塑料膜 非常非常的影响 我院子里的通风 所以我今年 这块地方就没有 拉那个遮阳网 然后也没有拉那个塑料膜 就让它们这样去 反而我院子里的通风 要比去年要好 今年我看了一下 那边的啊 就是剩下来的部分 没有端进室内的 然后也大多数都活着 大概死了个别壳 所以这个没有把这一半边给遮上 对肉肉们的生存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是骑兵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棵啊 我的天哪 先给你们看草 看看这个草 是不是很有个性长的 哎呦我的妈呀 拔不出来呢 哎呦我的天哪 这么重的棚 这个根好厉害啊 哎呦出不来 哎呦拔不出来 拔不掉 我汗都出来了 我再耗的话 要把这个莲根 要把这个棚里的土全带出来了 这个是费欧娜 这盆菲欧娜 嗯 在这里面应该至少有三个夏天了 今年这个夏天 已经八月份过去一半了 活着挺好的 状态你们先别管它 状态不好没关系 等到夏天一过它就漂亮了 而且它会更加的皮实了 一点都不缺水 因为夏雨天它就吸饱了水 是吧 太阳大的时候它也可以晒太阳 你看这是我的菲欧娜 现在丑死了 不过每一棵都活着 像往年 每一年夏天还会死个一两棵 但是今年我发现 这个里面一棵都没死 这中间还有一个双新的 很不错啦 这边留的全是皮实的 大扑货 这个是我的菲欧娜 把这个叶子拍掉一点 这个下面你们看 下面的叶子淋雨的 然后暴晒的 是吧 这就是菲欧娜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有瓜的 这盆是香槟 哇这里面长的什么草 还蛮好看的 这一盆就是普通的香槟 里面挂了几颗 这边挂了一颗 只剩下杆子了 这边挂了一个头 一个头两个头 那边挂了两头 反正这里呢 这全是单个的 本身就是 一个一个的 不是整庄的 所以也无所谓 夏天过了以后 里面再补几颗就行了 它全是独立的 所以没关系 把这个掰掉 挂就挂 留在外面也没打算让它活 这个是香槟 还剩几个头 没事 夏天过了以后 里面再补一点 正好测试一下 就是这些品种 到底有多皮实 夏天到底能不能录养 刚才前面的那些品种 都可以录养 飞欧娜 然后是骑兵 灰姑娘 还有子乐 都可以随便录养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颗 这个是 这个是柴露 这个柴露 现在放在外面也臭死了 但是也没有挂 你们看一下 这个柴露 我当时还很喜欢的 忘了端进去 既然放在外面没死的话 就让它待外面吧 这盆是 丑得不得了的柴露 把这个底下的叶子 给弄掉一点 我还不敢乱瞎手 因为我怕里面 会有什么鼻涕虫啊什么的 柴露好丑啊 丑在这里 但是它也没死 然后这个 看我的这个 你们觉得好恶心的 我也没端进去 这个是雪精灵 现在更恶心了 估计你们觉得 但是它也没死 你们看一下这个 桩子好老的 硬邦邦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上面 命命妈妈抱的小崽 然后里面长得全是草 这个草 长得已经疯掉了 好吧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 本地大棚里面 随处可见的 这个是月亮仙子 月亮仙子也活着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杆子干掉了 其他的都好 干了一个杆子 这没关系 剩下来的全好了 把这个枯叶子一撸 还挺好看的呢 你看对吧 没关系的 现在看着难看一点 然后这个是赫氏 赫氏也活着 一个枝都没有损伤 这个也可以完全入养的 这个是子物 子物也好好的 这边有一个枝干掉了 这个枝 没关系 底下都长根了 其他的都很好 子物全都活着 这个是子物 这边还有一个呢 这个养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这是我刚入坑的时候养的 这个是一个雪球 就这么一点点土 这个也活着的 再给你们看看这边啊 哇塞 这个草从哪里长出来的 这个草从底下 你看从这个作风里钻出来 都已经长成这样了 你们看我有多久没管它了 好粗壮啊 什么野草 这个是基丘利 完全不用管 它还活得挺好的 基丘利还抱了很多的牙 基丘利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基隆月 基隆月也很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 哇塞 这个颜色好红啊 这个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阿伦培 这个阿伦培 现在长得好好看啊 颜色也很美啊 阿伦培 是吧 蛮好的吧 然后这个 这个是白凤 白凤也随便养 白凤随便养 把这个底下给弄一下 白凤完全没问题 这个是 给你们看看 看上去有点丑 你把它露干净了 其实还蛮好的 这个丝绸面纱 丝绸面纱也挺好的 一个头都没有损伤 活得好好的 这个是我的一大盆丝绸面纱 好了 是个很惊奇啊 发现放在室外露养的这些 基本上一个都没挂 都活得好好的 是吧 只有香槟 香槟挂了大概三个头 还是死 大概三个头左右吧 其他所有的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呢 以后每年 我又可以把这个 鹿养区扩充了 我可以把可以鹿养的 全都放在外面 就不要担心了 完全不用管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